你知道印度富人都是怎样生活的吗? 在我们的印象里,印度似乎是一个贫困的国家,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 印度分为富人区和平民区,富人区在印度的梦买 生活在此的印度富人们经常出入各种高级场所 里面的高尔夫球场、泳池等应有尽有 视频中的这位女孩就是印度富豪家里的名媛 她的名字叫帕亚尔,生活在印度富人区 游山玩水是生活的常态,不用工作直观享受 经常和闺蜜吃喝玩乐,今天她们来到梦买 居住在高档酒店,享受富人的生活 两姐妹在机场相遇,两人先吃了三明治 随后等待登机,出生于富裕家庭的女孩都比较有气质 两位女孩看起来自信美丽,在待机时拍拍照片 随后两人坐上百度车登机,时间不算漫长 落地后到转盘处领取行李,两人就坐上了出租车前往酒店 酒店可谓是富丽堂皇,高高的台阶上面是宽阔的大厅 大厅宽敞明亮,装修大气奢华 两人半晚入住登机之后,来到了餐厅吃饭 旅途的颠簸可能会让人感到疲累,从而胃口大增 但是这两位女孩胃口似乎并不怎么大 或许从富裕家庭出身的孩子,身材,管理要求都比较高 两人等待着菜品乘上,女孩帕亚尔介绍着菜品 第一道菜品是印度常见的食物 面包看口的酥脆,上面是各种不同的馅料 有番茄口味的,有咖喱口味的,还有奶油口味的 就像墨西哥的塔可一样,只是组合形式不同 这道菜品看起来很诱人,但是分量并不多,似乎并不能吃饱 第二道菜看起来很熟悉,就像奶油之灵在蛋饺上 在中国南方,蛋饺是一道家常美食 不知道在印度做法是不是相同,味道是不是一样 吃完主菜之后,两人等待着甜品 帕亚尔很期待,因为白色的奶油和红色的果酱搭配在一起 看起来很好吃,两人兴冲冲地品尝了一口 脸上却露出了尴尬的表情,似乎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好吃 但是如果只是拍照,那这份甜品就发挥了它最大的作用 这样的一个酒店,自助餐,已经算进了房费里面 一万五千卢比一碗,已经是不少印度穷人一年的花费 从某种角度来说,印度和韩国其实很像 印度的财阀同样,牢牢掌控财富 普通人的生活,只有满目疮痍 吃完饭之后,接下来他们开始参观这个酒店 他们来到了酒店的游泳池 酒店的露天泳池非常大 旁边配有太阳伞的躺椅,是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接着他们来到了酒店内的养生游泳池 这个地方私密性非常好 与室外泳池相比,室内泳池是比较小的 但是,它具有许多喷水孔 它会把水加热,喷出带有温度的波浪 这样可以让水达到一个按摩的效果 看起来,两个女孩非常喜欢这里 随后两人参观了他们的房间 房间布局和一般的酒店不太一样 毕竟是梦买五星级酒店 房间面积比一般酒店大了许多 进门右手边是化妆间和卫生间 空间都十分宽敞 卫生间里有一个非常舒适的大浴缸 泡澡非常放松 从化妆间的侧面出去 就是一张柔软的大床 床的后面是一扇推拉门 拉开之后是好看的花园景色 住在这里非常赏心悦目 介绍完房间之后 女孩们就去享受酒店的游泳池 游泳是一种消耗很大的运动 一般运动完都会比较饿 女孩们也不例外 她们在游泳后用蔬菜补充体力 可见身材管理十分严格 在游玩泳之后 她们去了酒店的自主餐厅享用晚餐 餐厅的菜品很多种 而且多位印度的特色美食 女孩给自己盛了一些炒米饭 肉类还有两个寿司 中西合并的晚餐看起来很不错 但是还是分量较少 两个寿司给我吃 我绝对吃不饱 女孩们一边聊天一边吃饭 气氛十分轻松愉悦 饭后甜点是外国人必不可少的一项 她们又拿了一些蛋糕 这次的蛋糕看起来还比较不错 就这样吃喝玩乐 这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在印度这样的国家 生活在富人的家庭里是非常幸福的 印度有着非常分明的等级制度 富人是非常高贵的存在 她们可以不用为了生计发愁 还能享受到穷人享受不到的 不仅是吃喝玩乐 还有活着的尊严 感谢观看起来